哎 媳妇 你怎么了这是 妈确实不知道那是榴莲 不认识也不能给我扔了呀 她以为坏了才扔的 她又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那我说了几句还过分了是吧 你说自从她来讲价之后 那些不能水洗的衣服 她跟我喜欢洗劲了 妈那不是也想帮咱们忙吗 关键是帮不上忙啊 好几百块钱的锅 都说了不能用钢丝球洗 你看 洗坏了吧 媳妇 你看妈那么大岁数了 她坐也坐不住的 闲也闲不住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懂事了呗 哎 媳妇 我没说你 妈是有做的不对的一件事 但是她不是叔叔大了吗 咱们做儿女的得包容她 结婚之前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凡事都向着我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你怎么就不能帮我 媳妇 咱俩也有儿的 你说儿子将来长大了娶媳妇 你和媳妇吵架了 你说儿子该向着谁 废话 我一般使一般 你要把她拉扯大的 我觉得应该帮谁 行 你想让她帮你是吧 那我现在都给儿子做个榜样吧 你有什么资格给儿子做榜样 我没资格 那你给儿子做个榜样 你给儿子做个榜样 你干嘛去啊 你干嘛去啊 回家 你咱们要道歉 我曾经 我曾大雨之中 挽起 袖子 迎风而起 我还没资格 你还没资格 你还没资格